聚光灯下,娱乐圈如同一个巨大的名利场,充斥着流言蜚语与真假难辨的喧嚣。 明星们在追逐光环的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,总有一些人选择用实力和作品说话,在浮华背后坚守初心,最终赢得观众的认可和尊重。 宋佳就是这样一位演员,从青涩的北影毕业生到如今的实力派大咖。 他的演绎之路并非一帆分顺却充满着励志的色彩,映射出当代娱乐圈的另一种可能。 宋佳的成功并非偶然,他对表演的热爱和执着,以及对角色的深入理解和精准演绎,是他成功的关键。 在好奇害死猫中,他将一个叛逆诱伤感的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,出路锋芒,在闯关东中他为了更好的诠释仙儿这个角色。 刻苦学习东北方言,深入农村体验生活,最终凭借精湛的演技斩获精英奖最佳女主角。 在悬崖、分钟游躲宇作的营等作品中,他挑战各种复杂角色,不断突破自我展现出强大的可塑性。 尤其是在小欢喜中,他将一位为孩子高考担惊节律的母亲形象刻画得入目三分,引发了无数观众的共鸣。 宋佳的演艺之路,也折射出中国影视行业的发展变迁。 近年来,随着观众审美水平的提高和市场需求的变化,影视作品的质量越来越受到重视。 观众不再盲目追捧流量明星,而是更加关注演员的演技和作品的内涵。 宋佳的成功正是顺应了这一趋势。 他用实力证明只有用心打磨作品,才能赢得观众的认可,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立于不败之地。 在当今流量至上的娱乐圈,宋佳的成功之路显得尤为珍贵。 在这个充斥着炒作和绯闻的时代,他始终保持低调,专注于演戏本身。 他不追求名利,不哗众取宠,而是用作品说话,用实力证明自己。 这种对艺术的纯粹追求,在当今浮躁的社会显得尤为难得。 与一些依靠流量和话题度博取眼球的明星不同,宋佳选择用作品和实力赢得观众的认可。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,观众的注意力被各种信息碎片化,对明星的评价也更加多元化。 一些明星为了保持热度,频繁参与综艺节目制造话题,甚至不惜以负面新闻博取关注。 这些做法终究是昙花一现,无法长久地维持人气。 只有像宋佳这样专注于作品创作,不断提升自身演技,才能在娱乐圈的长跑中保持竞争力。 宋佳的成功也给年轻演员树立了榜样,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在娱乐圈实力才是硬道理。 只有不断学习,不断提升自己的演技,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脱颖而出。 也要保持一颗平常心,不为名利所动,专注于艺术创作才能走得更远。 在我们期待宋佳能够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,也希望更多的年轻演员能够以他为榜样。 用实力和作品说话,为中国影视行业的发展贡献力量。 在喧嚣的娱乐圈中,宋佳如同一位静水深流的智者,用实力和作品诠释着演员的真正价值。 他的成功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肯定,也是对中国影视行业未来发展方向的一种启示。